我們最後跟各位介紹的東西叫做聲音現象 聲音現象理論三端很重要 因為他在國中跟高中在差不多的時間都列入教材 但是他不容易考試 他考試很難考 到目前為止考過一次 就是跟各位講故事 不類似的故事很多 前面又有新聞報告類似的故事 就是在這個地方丟了一個相機 那邊丟了一個球鞋 然後在別的地方給他撿到 OK 霍羅倫日本外海頒布幾個月 或是西雅頭撿到的球鞋 為什麼會跑過去啊 為什麼在日本外海的球鞋 會跑到西雅圖去 受什麼東西的作用 海上嘛 所以受誰的作用 洋流 海流的影響 所以受到海流 所以呢 就有一個海流 那我們交過 說 有一個長崎布地的風向 行星風系 所以呢 海水有一個長崎布地的流向 大規模 大洋上的 大規模的洋流 大規模的海流 海流 然後呢 就把這個公星從這裡 A處呢 移到了B處 好 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所謂的赤道東風 然後呢 水這樣子吹 然後心酸暖流 然後再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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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一下 而且一下 好 地理可能交的還會更多一點 更仔細一點 然後地科就是簡單的跟各位講一下 就沒有 好 這件事等一下會出現 這件事等一下會出現 等一下會出現 OK 就是這邊有一個 NASA的三分鐘版 我們也不會看三分鐘 我只要看一個 等一下會用到的就好了 好 台灣呢 好 在台灣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剛剛講過的像東流的海流 海流過去 然後呢 我一直跑到一個 南美洲那邊 這是我跟我 黨派要交的聲音現象有關係的 然後這邊 這邊有一個 海流流過去 好 海流流過去 好 他會跟我 當然要交的 這邊中間要黃黃的線 就赤道 赤道 這跟我當然要交的東西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裡就可以了 好 就是所謂的全球洋流圖 就是受到行星風氣所吹的 你們在地裡有學過所謂的墨西哥灣灣流 然後呢 北大西洋洋流 然後呢 還有學過的 黑草跟青草之類的 OK 有一個洋流圖 行星風氣吹的 那在這個過程中 洋流就會造成一個能量的調節 把低尾度的 把低尾度的 比較熱的送到 高尾度比較冷的 冷的流到 比較熱的 這個喇喇耶 就調節了整個的能量的分布 使地球的溫差不至於太大 形成了全球的海洋環流的方式 就是它可以做到能量的調節 OK 然後這裡就 科文就問 剛剛講過那個什麼赤道啊 然後跑上跑下什麼之類的 OK 好來 就問你說齁 那個 上面呢 有一個紅色虛線40度 這裡盛行西風 可是它等溫線呢 卻沒有平均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等溫線沒有一樣 沒有跟緯度平行啊 然後呢 有些變化 然後呢 是為什麼人 你什麼人 為什麼 你大概講一下答案就好 還是不要講 你嚇他為什麼 對對對 有人講答案 楊柳 楊柳 OK 因為楊柳帶來的水溫是不同的 所造成的結果 OK 好 盛行西風 它撞過來以後會分南北 一個呢 是向北流 一個向南流 向南流的呢 因為我在比較北邊 所以我比較冷 所以我叫做加尼普亞涼流 把冷的水到低尾度 所以使得 旁邊的溫度會下降 向北流的 我在南邊 所以我叫做阿拉斯加暖流 我就把比較高的溫度的水往上 所以使上面的溫度會增加 會變得比較暖和 所以它就是所謂的洋流的影響 就所謂洋流的影響 像這樣 洋流的影響 好 有一個向北方流的 那我比較溫暖 一個是向南方流的 我比較寒冷 所以造成它所流清區域溫度的變化 就是所謂的洋流的影響 OK